你还是天赋异禀的虎金宝宝 弱肉强食的家族法则 让他每次都没能活过22岁 在糟糕的第三世 眼前被称为龙公爵的男人 向虎金家族发动了毁灭性的一击 全员恶人迎来团灭 好在巨龙的力量扭曲了时空 他竟破天荒地发现了回家的方法 接下来他要让龙公爵 成为他回乡路的垫脚石 但也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就离开 怎么也得像抛弃自己三次的奶爸付个仇 另外教训一下家族那几个捕着掉的哥哥 再次呈言 熟悉的桥段映入眼帘 周边嘈杂的人生 都在不断地质疑自己没有决心 凭什么能成为龙的新娘 简直就是虎金家族的痴 回想糟糕的前几世 不是勾引原作男主失败 只是突然暴毙 这一世总算有叛途 随后自己便被女佣带到了卧室 一只扔在了床上 片刻之后 房门再次被打开 为首的是虎金家族现任的华世人 他犀利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随后询问秘书他的能力觉醒到哪个阶段 秘书看了一下表哥 尴尬了许久 眼见没有回忆 家主冷哼了一句飞舞便离开了 就叫他卡丽扑索了 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冷冻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家族 没能觉醒水质力量 根本得不到奶奶的半分盘爱 但眼下绝不能放任奶奶就此离开 自己至少要活到十岁才能成为龙的新娘 他一边往日的咿呀呀 直接对着家主叫了一声奶奶 这可让家主来了兴趣 连忙询问身边的秘书 这家伙本来就会说话吗 虎经家族虽为终极的反派 但语言的天赋比较差 基本都在五岁的时候才开窍 家主上前抚摸女孩的奶奶 卡丽一连又叫了几十次奶奶 还撒娇的伸手要抱抱 懵了吧老太婆 这是回归大礼包 家主思索片刻 随后无情地拎起卡丽 向秘书宣布这家伙是自己想要的人 尽管没有水质力量 但好在脑袋发育的还算不错 你能证明自己的用种吗 文言卡丽一把拽过奶奶的几根剑变秀法 随后露出胜利者的姿态 看他回家的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真是不可知心 自己冰泱泱的儿子 竟然还能生出这种货色 随后命令秘书安排卡丽送去培训 如果依旧没能绝行水质力量 再扔掉也不迟 文言卡丽信心满满 他必要让这个老太婆对自己刮目相看 自从能力得到了任劳 卡丽被要求一个星期后班去主播生活 女佣一改往日的嚣张奇艳 主动对卡丽献起了殷勤 然而马上就要去培训了 眼下需要找到一个解护人 思来想去都没有合适的人权 看来只能求助不仅皮二 他纵身来到平原 被吞泉旁的男人所吸引 开口向他打紧招呼 通过长相判断 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的父亲 看来真是红颜薄命 前几时被抛弃的太早 没能有幸见到 卡丽来到皮二的身旁 掏出自己的小零食来贿赂他 但没有作效 卡丽心里吐槽几句 便准备离开了 前往培训的地方 直到女孩离开以后 皮二渐渐意识到 这个孩子好像是自己的女孩 卡丽的计划也因此得逞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父亲的注意 庞系和直系长相固然相似 但性格大为不同 夜晚卡丽回到府邸 女佣们正在闲言碎语 自己没有能力的话题 卡丽没有理会 默默关上了房门 此刻他想得到皮二帮度的心 达到了顶点 次日他再次来到喷群旁 他很懊恼自己不像哥哥们 天生拥有水之力量 但好在自己前世 也是得到过水龙眼泪的人 在有能力出去唤醒力量之前 还是先攻略皮二帮 然而身后有两个孩子 正在一轮 听说这里出现了 新生的直系血脉 竟然连水之力量都用不了 又得到了家主的认可 顾服器的两人 决定抓到卡丽 也算替大伯父的儿子 拜扬教训他一顿 没有力量的卡丽准备逃跑 但在转头的瞬间 发出了声响 两个小跟班 立刻意识到 他就是新生的直系 几人跑了半个世纪 卡丽体力不知率先 瘫软在了地上 两人对着地上的卡丽 一顿嘲讽 卡丽不服气地开始困 两人猛了 这家伙竟然会说话 难怪没有水之力量 还能得到家主的青睐 卡丽见状一口咬住男孩的手 使出吃奶的劲 可谓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但他不在乎 破口大骂两个鱼头宝宝 也敢欺负自己 空气顿势安静了起来 文言两人准备开始下一步动作 卡丽集中生智 翻出了父亲皮埃尔的名号 两人不相信皮埃尔先生 会来帮卡丽 他可是连家主照店都拒绝的人 男孩决定是一是真假 先军一发之际 卡丽不仅是水之力量 击退了威胁 还送上了一个够嘻哈的手势 然而这股力量 实际上是躲在术后皮埃尔的杰作 回到府邸的卡丽开始回忆 当初自己是如何运用出这股力量的 怎么现在一点起色都没有 正当他匪夷所思之际 身后的房门被打开 新来了一位亮眉声称是自己日后的女佣女 她向公主请安 从小姐以下变成了公 卡丽的心里甚至开心 但她始终感觉眼前的女佣在哪里见过 好像团室的指挥官 看来给自己送来了一员大将 愉悦的卡丽决定去散步 弥萨担忧公主的安全 深情一通前去 眼看弥萨如此忠心 卡丽伸出小手摸了摸她 随后便离开了 她要独自前去攻略皮埃尔那人 五经倒到入校第一天 就被庞气刺头上了一课 甚至收了白屯兄弟当小弟 不久前卡丽再次来到喷泉旁 询问皮埃尔会不会使用水质力量 如果会的话 请教教我 送你一个培养天才的机会 男人很是震惊 为什么偏偏选择自己 卡丽直言大叔整得像自己的父亲 帅气又强大 并且十分的爱自己 说到这卡丽想起了前世的家人 眼下要加快脚步 争取早日回去见到他们 皮埃尔明天顾问卡丽 为什么不直接向父亲学习 父亲是个大忙人 而大叔不一样 每天待在喷泉旁无所事时 话音刚落 周围的水聚拢在男人的身上 压迫感瞬间袭来 卡丽时序地准备离开 前往培训学院 看着卡丽离去的背影 皮埃尔实在不理解 为什么明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还假装不知道 还真是个有趣的孩子 随后皮埃尔使用水质力量 卷到自己身前 命令卡丽每天的同一时间 都来这里见面 那我要穿户你什么 随你共满 前世在宝藏的帮助下觉醒了力量 加上好心愿提供诀窍 那便是全身性的沉浸在水里 能有效的加快能力的展现 然而这也是皮埃尔的第一颗 卡丽捂住嘴巴和鼻子 跳到喷泉里 窒息赶扑面而来 相比陆地训练 水里的危险系数太高了 直到溺水的最后一颗 卡丽毅力坚挺般的冲出了水面 被皮埃尔吐槽像一只落汤鸡 随着不断的训练 卡丽的信念愈发的强大 他心情有朝一日 自己也能比见三个强大的哥哥 很快到了去培训学院的日子 迎接卡丽的是一名叫莱拉的银发女人 负责学院初级的培训 记得前世来这里 被庞系的几个孩子无限脱保时 莱拉曾帮助过自己 她十分理性地替自己辩护 但最终还是敌不过孩子们的阴谋 后来重生就再也没见到过莱拉的身影了 想不到这一世又再次相遇 这次的开局简直可以说是无敌 莱拉也十分惊讶 三岁的卡丽竟然能做到如此的优雅 要知道别的孩子都还在玩尼巴 卡丽来这里降维打击的可不止十个维度 正常虎金宝宝发育很慢 很晚才能开口说话 卡丽一下就成了这里的孩子 更是当起了小导师教育其他的虎金宝宝 莱拉健壮带着卡丽前往更高的外景 计划完美的进行 势必要让爸爸看见自己这个天才在发光 莱拉直言上一个这么聪明的 还是卡丽的第三个哥哥 眼前的女孩甚至具备了继承人的资格 按照约定卡丽每天前去喷泉行 得知卡丽在培训学院的去世 随即奖励他再去跑几十圈 这段日子水质力量没什么提升 反而肌肉含量越来越大 这让皮埃尔愈发疑惑 他带着卡丽来到自己出所 看上去甚是简陋 简直可是说是猪圈 皮埃尔命令卡丽收拾干定这里 是简单的苦力没错 打着学习的名义让自己做劳动力 无奈卡丽只好照做 皮埃尔就在一旁讲述知识 那厌世的神奇 看上去无比的帅气 很快到了深夜 卡丽看着桌上的一块手帕 询问男人如何处理 扔掉他 然而卡丽没有照做 把他偷偷地藏进了口袋里 应该是关于母亲的东西 不然皮埃尔反应也不会这么大 随后卡丽继续他的修行 不管是耐力还是力量 都有了明显的天生 次日卡丽起床全身酸痛 下次的修行是洗衣服 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胜任 莱拉带领女孩前往新的班级 据说卡丽的事迹在家族传台了 这也间接影响了下一位继承人的选拔 成为眼中兵是早晚的事 来到最高级的班级 卡丽拜托这件事 请快汇报给男男 随后便冲了进去 鲸鱼大部分都是peace and love 唯独古兴式的例外 卡丽作为班里的刺客 经常欺负白海藤两兄弟 直到女孩的到来 他把矛头指向了直系的卡丽 他早就听闻皮埃尔生了个没用的女儿 要赖给龙族当新娘 他恨透了自己的血脉不纯 势必要让卡丽吃点苦头 在这弱弱阳池的血缘 卡丽完美的介绍 很快收揽了一批迷迷 卡丽走向前 不断地挑衅卡丽 卡丽开始还击 声称卡丽就是个大傻子 八岁了还只能和三岁的同伴 两人开始世纪争吵 嘴皮子不利索的卡丽很快就上岛了 还好被卡丽躲开了 看来得教教你这家伙 什么是礼貌啊 卡丽一头撞在了卡丽的脑门 画完的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卡丽的脑门都快撞爆烟了 卡丽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卡丽竟然能在力量上压制卡龙 真不愧是皮尔的女儿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卡丽完的就是掌权者这一套 很快白屯兄弟也来混脸书 两人都是正义和聪明的化身 分别叫卢巴和卢家 两人已经完全沉浮在卡丽的石油群下了 就连下个楼梯都要把卡丽添加起来 甚至护送到马车旁 回到家所有的仆人上前移届 卡丽挑选了弥撒成为自己的奶爸 顺便开始谴得男人这里的生活条件 不光吃得不好 连热水澡都没有 自己不认为这次古今孩子们的待遇 如果不查个水落石出 就把事情全都告诉父亲皮尔 文言男人立刻降低姿态 声称自己一定会缜密的掉牙 还请多多关照 为了报答公主的天爱 弥撒一早变起来收拾卫生 他要全心全意服务这个小天台卡丽 此时卡丽想起了前世白屯被灭死了事 犯罪的是大伯的儿子败养 仅仅只是他因为他的不高兴 思索之际几人来到卡丽的身后 下了女孩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全是卡丽的迷恋 这段时间卡丽的事迹传遍了大街小巷 他们把崇拜的对象 转移到了卡丽的身上 环境大洗牌了 卡丽开心地去找父亲皮尔 女孩每天刻苦修行 只为在父亲面前 不久前卡丽像往常一样来到喷泉旁 今天的任务是洗衣服 皮尔在楼上热心地扔下一块肥皂 命令卡丽不要偷懒 这分明就是打着训练的幌子 提供免费的劳动力 现在可算明白为什么哥哥们讨厌主角 卡丽视角上阵 猛猛地踩着水里的衣 很快到了晚上 忙碌的一天的卡丽 可算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他开心地向父亲炫耀自己的战果 皮尔欲发感到奇怪 眼前三岁的孩子智商实在是太高了 卡丽谦虚地回应 这全都是大叔教得好 文言男人语莫 静静地望向天空 净显的为废之姿 好在女孩及时上手 男人悲伤的神情才慢慢退去 卡丽指责他太不专业了 心事那么重 就不能开心一点了 这还没到点呢 就开始独自硬了起来 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决定改变皮尔 从此过上有意义的人生 不再是那副软弱无力的样子 但前提是要让先自己强大起来 他开始暴食加快成长 据说很快要举行龙的庆典了 所有人都想一堵龙公爵的方狗 但邀请的都是陆地生物 这让身为家主的奶奶 连夜赶回来宣布开家族会议 终于要和哥哥们见面了 卡丽决定先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境遇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中级学院 并巧看见三人马 在欺负银霸的男孩 然而那正是自己的三哥 全身都在发抖 时不时地发出呜呜的哭泣声 原来这是三哥的爱好 他是个喜欢被孤立的疯子 诱导别欺负他 然后再还以颜色 为了阻止这种事发生 卡丽在千军一发之际冲了出去 所有人待置在原地 不明白这个小不点要干什么 但当看到他的头发颜色 这才意识到这是直系才幽默的 几人连忙撤退 眼见事情发展得顺利 身旁的三哥却不爽了起来 他便回原来努力 告诫卡丽不要妨碍自己 让他赶紧滚开 这和预想相认好像不太一样 卡丽决定教训一下 自以为是的三哥 他迅速飞到空中 握紧拳头 精准地打着三哥的脑门 速度之快让三哥毫无反应 这便是特训的结果 眼见三哥不服气 卡丽拽住他的衣服 向他传递自己的强汉肌肉 简直一股 三哥阿巴阿巴地保持夫妻 询问卡丽几岁了 怎么强自己这么多 为了日后能帮自己 阻止暴躲的龙公爵 卡丽声称是三哥太弱 命令他跟着自己特训 果然自尊心受到摧残的三哥 为了变强 最终地答应了下来 两人达成一致 在打赢自己之前 先戒掉病娇的爱好 次日卡丽带着三哥来到蓬泉旁 在卡丽的死皮带脸之下 皮埃尔收下了三哥 毕竟也是自己的儿子 很快卡丽收到了白屯兄弟的邀请 来到府邸做客 两人拿出了数不尽的美食 盛情款待了卡丽 更是见到了两人的父亲 帅气地长相直戳卡丽的内心 想到败羊日后要杀帮白屯的族人 卡丽心情很是复杂 回到学院 遇上了刺头卡龙 男人似乎是打不怕的类型 两人争吵了许久 卡龙也不啰嗦 直接拿起身后的长剑 疯狂地弹向卡丽 战斗一触即发 卡丽在连续的躲赏后 敏剑地跳了起来 趁着卡龙挥剑的真空漆 踢在了她的脑门上 落地还一直把凶器被踢得远远的 莱拉健壮赶紧收起长剑 生怕闹出人命 随后对着使用武器的卡龙 劈头盖脸的一顿教育 还喜提了小黑无一日游 自己则是相安无事 面对公正的主罢 卡丽也是对莱拉老师的好感被套 殊不知父亲交代莱拉特殊照顾公女 莱拉才会及时地出现在这 真是没想到莱拉是父亲的人 原来男人早就识破了自己的小封面 那么以后见面该叫大叔 还是该口大了 离忙之际卡里推开了皮尔的房门 他决定还是顺其自然 继续演下去 他拿出口袋里的小纸条 是关于料理的烹饪方法 今天他要给皮尔做一道美食 等待了许久 卡里端着盲盒上来 打开锅盖的瞬间 黑色的浓烟扑面来 还真是一秒 看着女儿滋嫩的小手上 多出的几道伤口 皮尔想也没想到开始吃了起来 卡里届是提及 今天在学院发生的事 以及莱拉老师说要保护自己 这是父亲下的指令 皮尔连忙回应 所以呢 我又不是你的父亲 看来今晚是注定得不到答案了 但皮尔还是侧面回应 每个大人都非常爱他的孩子 听到这话 卡里的伤口都不疼了 四日三哥来到了喷泉旁 看到妹妹正扛着几百斤的麻袋训练 他彻底猛圈了 看来自己打不过是正常的 相比之下 自己纵然是哥天才 但伴猪吃老虎 注定不会变得很强大 还是需要脚踏实地的训练 此刻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走到皮尔面前 申请要一块比卡里要小的石头 他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有层层地净 毕竟一口吃不成胖子 他是天才不是毛夫 很快妹妹的训练结束了 三哥随即献起了阴晴 妹妹现在就是他的救星 他祈求卡里 替自己去教训一下二哥 卡里斯来想去 亚特兰竟然和三哥关系这么长 竟然拜托自己这种事 某些程度来看 他和拜扬有些许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二哥比较喜欢开玩笑 他的这个请求 等到遇到了二哥再说吧 突然白屯兄弟出现在了卡里面前 介于卡龙好几天都没来上课 班上也被分为了两派 随着家主的回归 莱拉提醒卡里 很快就要举办家族会议了 请务必小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班里的氛围已经和以往截然不同了 毕竟追随的接班人不同 三邦分派很正常 做出极端的事也合理 此时三哥询问卡里 是不是还有别的小弟 亲眼看到他被白屯兄弟抬下来 除掉他们的话 他自己是不是可以生殖 当然可以生殖 生殖到棺材里去 然而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卡里收到一封匿名信 关乎白屯兄弟的生命安全 根据信上所说 卡里来到了后院 果然是卡龙一伙人蛋的 身旁还多了个二哥 用他人性命来威胁 甚至辱骂自己 卡里直言亚特兰 好像一只没脑子的神语 如传闻一样 这么小就会说话 难怪这么容易 卡里却不想跟他废话 要求他把白屯兄弟给交出了 不然就等死吧 为了见到传闻中的妹妹 哥哥绑架了小跟班白屯兄弟 但这次他们惹错人了 白屯兄弟的高音 差点团灭了众人 卡里乘其不备 抓住拜扬的衣领 送了他诚意满满的一拳 速度之快 力量之大 在亚特兰痴难的脸庞 留下了屈辱的证据 拜扬转头望着 自己的小弟们所剩无敌 卡里摆出华夏宫 挑衅众人 全都一起上马 虎精直系的战斗 主打的就是一个优雅 但卡里偏偏地对了这个设定 亚特兰提醒众人 利用水之力量战斗 文言三个笑 他们似乎还没搞清楚战况 这个小个点强的可不值一 于是他们又将矛头指向了白屯兄弟 伴随着两人的父亲 以及莱拉老师的及时出钱 这场闹剧才算结束了 接受完治疗的卡里 悠然地喝着下午茶 向莱拉阐述事情的经过 请务必对拜扬做出惩罚 规章明确规定 中级学院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像初级学院造成危害 家族的法则提倡弱肉强势 但前提是不能破坏规则 卡里提议即可开启家族惩戒会 莱拉提醒开启惩戒会 需要监护人的陪同 皮埃尔先生必须也清理现场 这该如何是好 直白地跟父亲说自己打败了拜扬 就在卡里纠结之际 白屯的父亲出现 此次前来是感谢卡里的救命之恩 然而卡里悠然地居公不赢 怕为拜扬的做法道歉 没想到虎金还有如此温柔的人 男人自然接受 很快卡里的事迹传遍了学院 这件事也传到了二哥亚特兰的耳里 男孩杀意满满 命令周围的人安静点 别再为了这件事打扰自己睡觉 而另一边的大哥听到这件事倒没有什么反应 破坏规则的人 也应该受到惩罚 很快卡里将这件事告诉了皮埃尔 声称多亏了老师的教导 赢下了这次的危机 文言皮埃尔一脸阴沉 他不认为这是胜利 只有在毫发无伤的情况下才可以称之为胜利 伤痕累累只能证明能力不够 再硬撑罢了 没有得到称赞的卡里 难过地低下了头 随后转头离开 此刻他感到很委屈 想念爸爸的心也到达了顶点 皮埃尔也看出了卡里的小丘主 他用水质力量卷到自己身前 声称健康是最强大的武器 无论如何要保护好自己 这也是旁敲侧击地在关心里 能令冷漠的男人做到如此程度 卡里有了一丝未解 随后男人摸了摸卡里的脑袋 别再让我担心了 次日卡里找到三哥 商量关于承介会的事 目前自己还不想再见到龙公爵之前 摊牌妇女关系 他很享受这段时光 害怕发生病故 好在三哥不条件地站在自己这边 保护妹妹他一不容辞 真是期待接下来的承介会和家族会 眼前两兄妹这么和谐 女佣姐妹们也蜂拥而至上来 次日卡里来到委员会 跟随女佣来到现场 打开门的瞬间 所有目光都看向自己 卡里大不留心地走上去 坐到三哥的身边 自信的模样 令莱拉老师都眼前一亮 拜扬也到了 陪在他身边的是大伯母 大伯父此时应该在家族会议上 承介会正式开始 议长发出灵魂疑问 三哥是未成年 无法成为卡里的监护人 他是奶奶的朋友 同样都是秉持着公平公正的人 底下的人纷纷开始议论 舆论的压力 向议长开始生气 拜扬也借此挑衅卡里 是个没有父亲爱的可怜儿 正当议长准备解散本次承介会 皮埃尔生披红色的战袍出现 这让卡里都慌什么 但很快他就恢复了过来 纵身跳到父亲的面前 紧紧地抱住父亲 皮埃尔看着怀里的女孩 没有作声 这下连一场都猛了 承介会再次开启 拜扬极了 声称皮埃尔迟到了 这不公平 他愤怒地召唤出水之力量 但被母亲阻止了 眼下只能等待着一场的财务 在此刻来了一堆家臣 家主宣布 承介会在家族会议厅启动 拜扬露出了微笑 在这里一掌决策权最大 但在家族会议上 有那么多支持自己的人 或许战局可以被扭转 这也是卡里所担心 但家主的话无疑是最大的 无奈不好前往 路上众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皮埃尔抱着孩子出现 还真是个奇怪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家主的审判 从未出现在族人面前的男人 此刻惊抱着他的女儿 当众叫嚣家主 奶奶自然立马犀利地回击 我的儿子这么久不见 我还以为你死了吗 这番话令所有人不含而立 卡里却突然笑了起来 向奶奶打起召唤 好久不见 你好像变得更年轻了 文言奶奶不禁调侃卡里 有嘴滑舌 比起木头人皮埃尔 他的女儿更讨人喜欢 卡里连忙向父亲 传授自己拍马屁的技术 成功的必经之路 皮埃尔听完不免冷笑一声 本以为他会拒绝 但没想到他还真接纳了这个建议 此时大伯也加入了群王 但还没有说底句 奶奶就发飙了 真是放肆 敢在我说话的时候插死 文言大伯立刻走了 连忙向奶奶道歉 随后皮埃尔被邀请入住 但距离中央主座离得有点远 完全听不到奶奶的话 看来是被无视了 卡里连忙向父亲抱怨 但皮埃尔却无济于事 毕竟是来参加承介会的 而不是给面子来参加家族会议的 很快又一个陌生面孔出现了 皮埃尔的大儿子贝鲁斯 也是卡里的大哥 看来今天格外的热闹 随后奶奶为他赐作 承介会正式由奶奶接管 邀请两位当事人上的人 在严格的奏力学院制造混乱 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 拜扬顺势而下 声称那是一场意外 根本不值得一提 古今的世界本就是战争频发 就算对方是个三岁孩子 所以完全没必要惩罚自己 文言奶奶轻声询问 你的意思全都是谣言 也并非如此 我只不过想见表妹 顺便向白屯兄弟开了个玩笑 可谁知道卡里一见到自己 就开始辱骂自己的父亲 仗着是最强虎精皮埃尔的女儿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自己所说的句句所识 随后换出自己的证人出场 压力瞬间来到了卡里这 果然不出自己所要 男孩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卡里身上 认为自己是三方面的暴力 看来被三岁孩子打了 令他们十分的不爽 听着众人的伪证 拜扬心里得意朗朗的 看来很快就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你把承接会带到家族会议上来 是有余意的吧 是想让我借此机会 揭露表妹卑鄙的违缘版 随后开始长边大论起卡里 无关痛痒的抨击 听得卡里都困了 眼看奶奶站了起来 拜扬兴奋极了 随着他大手一挥 卡里被水质力量卷到了天上 就在快要窒息的时候 出现了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压制的奶奶 卡里顺势被解救到地上 出手之人正是皮尔殿下 这种程度就不行的话 不配成为虎丁家族的人 随后只得皮尔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皮尔还冷笑一声 到了反击的时刻 他默默地走上前鼓励女儿 命令卡里事情的始末 一五一时的说起来 虎丁家族的人不用惧怕任何人 文言卡里立马上前 我听说家族对强者的行为不追究得人 今天的最大一点既然是反押 那我就告诉在场的人真相 拜扬开始慌了 别人要知道十多个人打不过一个三岁孩子 他的地位就不保了 之前的伪证也为自己铺垫过 这是单方面的暴力 根据虎丁家族的规则 自己是这场战斗的胜利场 另外自己是为了保护朋友 曾经的奶奶 我到底哪里错了 男人绑架了两只白豚 被送上了虎丁家族的惩戒会 本以为借着小跟班的伪证 就能逃脱制裁 殊不知自己的妹妹要跟他于死往破 卡里滔滔不绝地向奶奶描述 当时自己意义敌食的激烈画面 你的故事说得很精彩 很遗憾我没能亲眼看到 但口说无凭 有谁能为你作证呢 这致命的问题 让卡里一下陷入了被动 目前白豚兄弟正在治疗 根本无法为自己作证 正当他苦恼之急 现场一只鲜嫩细滑的手举了起来 白发女人称自己能为卡里佐证 这不免让家主来的兴致 她倒要看看今天这个事 到底能反转几次 原来女人是白豚兄弟的母亲 并且是家族的首领 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伊丽亚声称自己的儿子头部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现在还躺在医院的阿西瑞 这让卡里猛了 放技能的不是白豚兄弟吗 随后她不可置信地 看向白豚的父亲 男人朝她做了一个虚的表情 她瞬间明白了伊丽亚的夸大祭词 反正拜扬也找了人作伪证 今天就教教她什么教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随着事态的愈演愈恋 伊丽亚将事态推向了高潮 本来只是虎金丹方面的战斗 现在卷入了其他物种 这下必须给众人一个交代 否则奶奶就没法立足了 此时白豚父亲也加入了群僚 声称是她亲自向学院举报的拜扬 可以请莱拉老师作证 这下胜利的天平完完全全倒向了她 听完这一切的家主 释怀的放声大笑 然而拜扬还想上前为自己找遍 被奶奶一个眼神杀劝屯 接下来宣布结果 拜扬出犯族规 并且伤害了白豚族人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开除学籍 听到判决结果大伯极了 她希望家主酌情考虑 毕竟拜扬对家族的贡献也不少 然而求爷爷告奶奶也没有用 得看看当事人怎么说 塔里才不管那么多 反正又不是自己亲哥 白豚家族就更没有意见了 伤害自己儿子 这处罚都算亲得了 既然都坚持出心 戴伯父的诉求自然也被驳回 要知道虎经家族的毕业证 可是至关重要的 销声匿迹的一年里 他得失去多少追随者 这样继承者的位置 很有可能就是另有其人了 真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这都对了塔里付冠 最后他还被奶奶亲自认定位 家族得直系成员 赢得了众人的一致贺谈 没想到这一世竟然还能有私欲词的 真是让人不好意思 皮埃尔也透过来庆祝 看着两人相处得如此和睦 奶奶感觉卡里这个家伙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要不培养他做下一任的家主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女孩只是参加了家主会议 被认可成为了下一任的家主 不久前随着判决的宣布 卡里成功赢得了胜利 败养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看着眼前巧睡如黄的三岁丫头 奶奶起了恻隐之心 然而家族的天才可不止卡里一人 但她的表现无疑是最亮眼的 还没觉醒水智能力就如此强悍 简直是虎经帮天生的打手 随后奶奶询问身边的另一个天才少女 如何看待这次惩戒会 以及卡里当众被宣布为窒息 可是早了贝鲁斯整整三年 甚至连别的子女剑都见不到的父亲皮尔 也在偏袒她的存在 但贝鲁斯完全没有被这说辞影响 他理性地分析处理结果 奶奶的讲究规则的处罚固然是对的 唯独卡里有瑕疵的地方在于 他能力很强 但却令身为同伴的海豚兄弟受伤 所以两个都是失败者 这番言论卡里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他一脸不屑 声称贝鲁斯就是个键盘侠 妹妹都受伤了 还在说这种屁话 此时三哥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大声地庆祝卡里 这声势浩荡的样子 使得身后拜扬一家极其的不爽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法复仇 尤其是大伯父的女儿 抛了个眉眼给几人 随后便转身离去 卡里也不忘回应他一个restor 与此同时白屯家主拦住了奶奶的去路 他在此历史 日后会追随卡里公主 并且推举她为下一任的公主 我没听错吧 自己才三岁好不好 这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有人欢喜有人忧 家族要开始重新洗牌了 会议结束没多久 很多人都投来了橄榄枝 就连老子 此时白屯家主来到卡里的面前 直接称呼卡里为继承者 随后邀请他来到庭院 单独商量一些事 毕竟这关乎自己的家族 他的选择影响了白屯派日后的走向 如果读输了 那就没有圣环的希望 这种举动并不是一时冲动 卡里救了自己的孩子 他想要报恩 目前看来卡里在承接会上的举动 配得上他拿命支持 事实上在多年前 八大家族投票咀嚼 各自都拥有选择家族的权利 票数多的那一方 那无疑就是海上霸主了 白屯作为八大家族之一 竟然毫不犹豫地推举三岁的女孩 成为虎金家族下一任的家族 要知道一旦追随失败 家族成员赤必会遭到灭顶之灾 不久前卡里在拜扬的手里 救下了白屯兄弟 因此上了家族的承接会 但他巧妙地赢得了家族的判决 并且还C位出道成为最年轻直系成员 之所以白屯的母亲无条件地追随 是因为卡里拯救的是他孩子的生命 那天再晚一步的话 儒家就有生命危险了 这样的结局已经很完美了 借了卡里的手承接了他无法触及的人 真是羡慕皮埃尔先生 生了一个好女儿 以后就请多关照了 白屯家族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疲惫了一整天的卡里回到家里 开始了某忧堂 皮埃尔走到女儿的跟前 该来的还是来了 是时候谈谈称呼问题了 两人明明心照不宣 但还是玩猜忌的游戏也该结束了 做丫头 早就知道我是你爸爸了吧 卡里此时还是不敢承认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他很享受皮埃尔成为自己老师的时光 若是恢复成父女关系 不知道还会发什么变故 现在自己太显眼了 威胁很快就会随之而来 可能是败羊的妹妹 亦或是贝鲁斯 但一想到父亲在成见我 温柔保护自己的模样 他有了些许挣扎 毕竟在之前的三世 从未得到过皮埃尔的依靠 所以他不敢赌 皮埃尔也不知道 卡里到底需要哪种形式的父爱 疾病缠身的他没曾想过这个问题 但卡里曾经向自己描述过他的理想父亲 皮埃尔决定开始改变 成为他心里的完美父亲 殊不知卡里现在满脑子都是前世的家人 对于这种不确定性 他暂时无法接受 如果按照剧情走下去 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得到皮埃尔的关注 这里面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 皮埃尔也听出了卡里的言外之音 之后单膝跪地 用最高的诚意让孩子消极 并且提议卡里想同之后 随时可以来认自己这个父亲 在那之前 两人还是可以保持师生的关系 卡里心里很纠结 在曾经漫长的岁月 埋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最多的无疑是家主的奶奶 以至于他完全没有机会 去埋怨父亲皮埃尔 古今家族就是这样的 没有实力就没有资格得到认可 但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他感受到了皮埃尔不一样的地方 这简直要疯了 也有卑躬屈膝的时候 在卡里攻略了一系列追随者后 皮埃尔终于也是坐不住了 他眼看女儿越来越优秀 迫不及待地询问卡里 愿不愿意让自己 继续成为他的监护王 卡里的内心十分的纠结 他不过是单纯地想找到荣誉去 开启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 从而回到父亲的怀抱 眼下他明白皮埃尔此时的感受 感同身受之下 卡里最后还是艰难的男人 但需要皮埃尔再次启示 并且是以大海之名 这无异于是赌上性命的誓约 誓约只会失去一切 也包括性命 皮埃尔想都没想 随后便握住卡里的手 承诺自己永远与卡里绑定在一起 直到生老病死为止 这做法很疯狂也很苦尽 眼下攻略是成功了 但是称为从老师变成便宜老弟 多少还是有点生硬的 而有了实打实的监护人 距离攻略龙公爵就不远了 皮埃尔也很爽快 随口便答应了前往庆典的请求 但作为交换 皮埃尔希望在卡里 彻底认可自己的时候 别再一口一个老实地叫着 而是亲切地称呼自己为大法 很快两人各自回房 清醒过来的皮埃尔思绪开始跳转 这段时间卡里的表现 双伤拉满的同时 力量也拉满了 怎么看都不像是三次的孩子 并且第一次看到他充满期待的样子 不是在认可自己 而是要去什么龙的庆典 这简直是太诡异了 很快思绪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男人正是自己的女儿 他当当才完成了 皮埃尔给予的高强度训练 便随口询问皮埃尔 真的是把自己当作女儿来爱吗 还是害怕誓言被大海反噬 此是玩笑之举 但惹得皮埃尔激动地跳了起来 好在卡里巧舌如簧 声称两人之间不用这么拘谨 在必要的时候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卡里已经有一个爸爸 并且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位置 很快卡里去庆典的是被批准 他开心极了 距离自己离开这里又近了 有了前三世的失败经历 这一次他准备好好部署一番 看看能不能饶得来 住过去的话也不是不行 反正怎么方便出来 真得好好的一下感谢皮埃尔 让自己提前了七年 此时草丛里飞出来两个白色玩意儿 看样子白屯兄弟伤势痊愈 真是皆大欢喜 但他不知道 真正的危机正在悄然接近